營區傳來尖叫聲 狂風暴雨真的是嚇死人 帳篷被封連根拔起 整座掀翻 我們都是第一次碰到 那因為那個瞬間 風就來了 而且是非常快速 之前沒有收到氣象預告 嘉義主旗金獅村的露營區 24號傍晚突然下起青盆大雨 伴隨強風讓小朋友嚇得狂尖叫 當時露營區總共有39人 其中還有7位孩童 全身濕透 雨還持續下不停 躲到無處躲 只好向警方求救 因為那個營地 營主並不在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打電話求救 我們全身都是溼的 那怕小孩子溼溫 大的小孩 尤其小孩子整個都是嚇哭的 我們所接過1108案 露營區上門遭光光吹走 有頭位小朋友遭淋屍 請求警方協助 山群與市大道四處可見落實 所幸警方協調民眾 在小民宿與學校教室過夜 讓這一場露營驚魂平安落幕 天氣千變萬化 要出門露營還是要看準時機比較安全 記者和顧問葉振雲 郭宜貞嘉義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嘆動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